欢迎收看1月20号的百隔大事迹 首先有才刚退休的反贪污委员会 前特别行动组主任巴黎的最新消息 巴黎日前因为被指在职期间滥用直权 试图阻挠警方调查其妻子而被警方调查 据了解巴黎的妻子曾经转入一宗 其哥哥的遗产纠纷案件 但法庭已经在去年的7月判他胜诉 不料今天全国总警长卡利证实 警方在去年尾接获了投报 说巴黎在职期间滥用直权 因此警方重新开档调查 对此巴黎质疑警方就案重查是否别有动机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各位注意了全国总警长卡利指出 车祸死亡人数从前年的6072人 暴增至7152人 上升人数让人感到震惊 根据数据显示 在去年7000多名车祸死者当中 有60%的是摸躲骑士以及乘客 至于针对滨州首长林冠英 不允许联邦政府在槟城的大道 安装AES执法系统一室 交通部长廖中来就回应说 如果州政府没有提出要求 那就不安装 但虽说如此 廖中来认为拯救人命更为重要 林冠英将这起事件政治化 根本毫无意义 他也强调无论证件如何不同都应该要联合起来降低国内的车祸率 另外这里要提醒各位 配合农历青年安全行动时将会从明天开始 希望大家不要犯下七大违规的事项 包括闯红灯 驾车时使用手机等 违规者将会直接被控上法庭面对最高2000令吉的罚款 你还记得这一段视频吗 这对华裔夫妇在去年的11月被控 以及被判14天的监禁 以及罚款3000令吉 不过于总检察署不满刑罚太轻而提出了上诉 今天沙亚男高婷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词之后 决定加重刑罚 监禁从14天增加到5个月 即日起生效 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会在牢狱中度过农历新年 两名被告卢家豪以及陈细芬 在文判之后 筹眉不展 女被告更是泪声巨像 最后有三无法令集会的追悉消息 早前一党表示将会在2月18号 在独立广场举办三无法令集会 但此集会已经被吉隆坡市政局发信谈拒绝 针对此事件 伊斯兰党熟理主席 兼三无法令集会筹委会的主席 端伊布拉辛就透露 市政局并没有在信谈中说明任何申请被拒的理由 尽管已经被拒绝 该党表示将会再提出上诉 要求吉隆坡市政局重新考虑集会的申请 并且声明已经安排了2000名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维持集会的秩序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百个大世纪是由Anthus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Anthus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